所以妳覺得什麼是理財呢 就是適得利用權 台上大哥哥大姐姐以有獎爭答方式 引導小朋友回答對理財的想法 還有透過各種面額的紙巢銅板 建立小朋友對數字的觀念 在台北大學任教的立委費洪泰 與夫人王一新 一位是統計學博士 一位是會計學博士 兩人深感理財觀念需要從小扎根 因此在去年出版 理財先認識前一書 建立小朋友對金錢的觀念 並且透過舉辦親子活動 讓大哥哥大姐姐用寓教餘樂的方式 幫助家長帶著小朋友 建立正確的理財觀念 這本理財先從主權開始 這是理財系列的第一次 這個活動我覺得小朋友 從小養成一個觀念 小朋友都很好奇 在摸索的過程裡面 如果大人 包括把媽媽老師給他 適度的一個解說 他可能會吸收得很快 舉例 你先向小朋友 先設定一個目標 要買什麼東西 買什麼東西 剩下你就要存錢了 你要節省了 你要去賺錢 賺錢當然都是幫把媽媽打掃 去丟垃圾 在安全無力的狀況下才學會去存錢 當然把媽媽的身教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也告訴小朋友之外 也告訴把媽媽如何扮演好一個小朋友 人生導師的一個角色 我們當時會這樣想 其實我們在商學院教會計 其實在國外 他們小朋友從很小就開始了 所以我們就想說 而且現在我們這個書的系列 接下來就會叫素感理財 就是說 譬如說給他兩個骰子 他一直可能是5加27 也可能4加37 也可能6加1是7 所以讓孩子們並不是一個 背誦式的學習這個數學 那加上因為有錢的概念 他因為過年有紅包 然後有零用的錢 他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覺得說 是不是讓現在監設功課 跟生活能結合 這是我們推動的重點 所以我們接下來還要推動孩子們 譬如說碳排方面 環保 因為讓他生活化 他才不會覺得很辛苦 而且這樣也有助於他學習 有助於他健康的概念 活動現場 市議員秦慧珠 以及信義區多位里長 也共享盛舉 同時也吸引許多家長 帶著小朋友一同參加 現場小朋友 跟著大哥哥大姐姐帶動跳 參與有獎爭達 熱烈的氣氛 也獲得家長肯定 理財還蠻重要的 那我自己小時候沒有這種課 然後有這種課 我就很想要來讓小朋友了解 什麼是錢 因為錢跟我們生活中 其實相關這樣 我覺得還蠻活潑的 那他們會有想要參與這樣子 然後還可以有一些互動 我覺得還蠻不錯 實際上他們去用數學來算這樣 理財觀念從小培養 立委費洪泰與王怡欣夫妻倆 也將持續以優質的同樂會活動 讓理財也能夠成為親子教育的一部分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看到小… 愷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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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愷筠